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鼻蓝 欢迎来到民主政新 刚刚在联合国大会现场 中国代表直接狂怼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 中国代表张维军说得很清楚 把我们中国当对手 你以色列是选说对象 所以我说过 中国跟你是敌对关系 我们既然是敌对关系 那我们在我们的自己中国的内部的论坛上 想怎么批判就怎么批判 所以你德国不要他妈那个逼的过来 像个窝囊废一样的来指责我们 什么叫无知的蠢货 什么叫无耻的混蛋 那你们是什么 对吧 我们在历史上可是没有 没有这种大规模屠杀过别的种族民族的 你们是有的 开什么玩笑吗 真的是 表结后 以色列指责中国大使 把中国当对手是选择的对象 当地时间25日下午 北京时间今天26日凌晨 联合国安理会先后就美国俄罗斯 分别提到的关于巴以局势的决议草案进行投票 俄罗斯草案没有达到足够票数 美国草案被俄罗斯中国否决 阿联酋也投下了反对票 两项投票结束后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爱尔丹法院 对俄中否决美国决议草案表示强烈不满 并批判俄罗斯的决议草案 对此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当场迂回 张军 尊敬的以色列常驻代表 从以色列在这里辩论不是我的本意 以色列把中国当成对手 也选择了对象 你应该明白 从这一轮巴以冲突开始 中方就以非常明确无误的语言 谴责一些伤害平民 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我们所说的平民 即包括巴勒斯坦平民 也包括以色列平民 第二 你就今天的决议发表的评论 但我也要提醒你注意到 就在上周就安领会一份 同样包含了谴责哈马斯攻击行为决议 中国投了赞成票 而这项决议遭到了否决 第三 我在刚才的发言中明确的提到 中国绝不是否认以色列的安全关切 相反 我们一直主张 同等重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的 安全关切和合法权利 当前的形势下 我们在处理好这一轮巴以冲突的同时 不能否认巴勒斯坦平民的权力 长期以来没有得到根本的保障 我们也认为 冲突的根源在两个犯 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我希望我们能够 本着诚实的态度 尊重事实 坚守正义 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 既解决好当前的问题 也能够让以色列人民和巴勒斯坦利民 能够共同生活在和谐平安幸福之中 对不对 以色列就是过于狂妄了 还通过外事手段 干预中国国内的言论自由 对不对 干预中国国内的言论自由 是你以色列干的 包括在德国中国大使馆 讲的这种话 在中国网上进行这个舆论操弄 这些事情 每一个中国人看的都很清楚 除了那些支那建处 支那建处是将来会被我们给系统性处决掉的 消灭掉的 所以说现在他们跳的有多高 将来就死的就有多惨 所以我说过 每一个在中国的主流社会 在中国的主流的名义下 我们都是支持正义的一方 对吧 我们不会让你在这个地方 胡作非为 所以说呢 在被我们给拒绝掉以后 否决掉以后 刚刚以色列向加沙发动了 一次重大的一次地面行动 要跟全世界为敌 这帮臭逼 这帮他妈比 婊子 他们能够做得了什么事情呢 以色列战车 突袭加沙北部 外媒称 冲突起今最大规模地面行动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 哈马斯武装分子冲突持续 以色列官方军26日动用战车 地面部队 突袭加沙北部 哈马斯目标 恐为双方开战以来 以色列对加沙最大的规模地面入侵行动 组合外媒报道 透过以色列所公布的夜间行动画面 数量以色列战车 装甲车 穿梭在边境沙地 并透过战车发射炮弹攻击目标 现场碎片撕箭 战对26日的突袭行动 以色列军方表示 冲突行动 突袭行动成功击毁 多名哈马斯武装分子击毙 这个基础设施 以及反坦克战车发射阵地 以色列军方指出 这次的边境地面攻击 是为了下一阶段战争的准备 也就是全面性的地面战争 以及要是凌晨突袭行动结束后 部队已经撤出该地区 外面认为 这恐怕是以色列反击哈马斯 组织以来最大规模地面行动 打一枪就跑 然后呢 他说把对方给打了 打了一个反坦克导弹发射阵地 这个我觉得他还在胡说八道 为什么 因为反坦克导弹没有发射阵地 因为标枪反坦克导弹是便携式的 随时随地都可以 扛在身上随时随地都可以打这个坦克 所以没有的事情 你去做了一次这样的动作 那么你如果说 就像你讲的打得这么漂亮 突袭行动打得这么漂亮 你应该扩大战果 后续部队应该跟上 但为什么仅此 仅仅是进去一下 又出来了 说明里面的情况 并不是你能够搞得定的 但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舆论 来表达他的军事行动的一个成果 那就是没有也要有 但是一定要有视频画面 然后就我们看到了他的战车 突进到了加沙地带 然后又出来了 他不敢在里面久待 这种心态也被我们给看到了 所以说他做这种行动 他说由于战略问题 推迟对加沙的地面进攻 说明现在 以色列已经气急败坏了 在联合国这里他发火 在印度的电视台他发火 在俄罗斯电视台他发火 在联合国的现场他发火 在对着电视机前他发火 他们把他们心中的恶 丑恶 野蛮 暴露无遗 更加引起广大华夏族 优秀华夏子民的厌恶 觉得真的 从而不是游离于文明之外 野兽 暴兽 没有任何的人性 他们是一群人形动物 他们还形容巴勒斯坦是人形动物 他们才是真正的人形动物 极其的无耻 狂妄自大 对不对 还你自己 他们就是说自己没做到位 还一千万万要求别人做到位 你给台湾卖什么铁炯系统 送什么二十道铁炯系统 你想干什么 还要替台湾去发展 核技术 你想干什么 想要台湾跟你一样有核弹 对吧 是这个意思吧 对吧 在新疆这个问题上面 你在那边干什么 臭婊子 中国人今天麻痹 就跟你来弄 当你硬钢你 傻逼玩意儿 还有那个什么德国 还在网络上面 批判中国爱国网友 关你卵事 干涉中国的 境内的言论自由 这个我觉得有点过分 这不是国际平台 OK 我们在中国 我们自己的平台上面讲话 你都要来干涉我们 你们不是天方 当上一个是言论自由吗 原来你们这帮逼的都没有言论自由的 还要来追杀别人 封杀别人 操弄 哇 这简直是恶心到了家了 你们到底怕什么 臭婊子们 你们怎么越来越像台湾了 玻璃心 一碎一地 拜登 促以巴未来朝两国方案 前景之际 普京警告 加沙冲突可能外溢 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不止 以军持续轰炸加沙 美国总统拜登25日演讲表示 以色列与加沙危机结束后 以巴因走向两国方案 俄罗斯总统普京择的事情 加沙冲突可能外移到中东之外的地方 但来破坏性的结果 根据路透报道 美国近期对以色列的态度 稍微有所转向 指加沙因能到暂停停火 让救援物资可以进入加沙 并强调 支持以色列反击哈马斯 但要阻止平民死伤 针对加沙局势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加沙冲突有可能外移到中东以外的地区 普京近日在会见 庶民宗教灵秀士表示 我们主要的任务是要制止暴力 他认为 如果冲突进一步步 一步步升级 将来会极其危险的破坏性的后果 并且可能远远超过中东的边界 巴勒斯坦方面表示 加沙的巴勒斯坦人 现在将无名师编好号码 埋在乱丧港里 并开始为孩童佩戴手桌 这样要认识才能认出来 确实是有这个外溢的风险 在全世界各地穆斯坦都联合起来 通通跟你们同归于尽 你们受得了吗 所以我说过 以色列他就不懂一个道理 物极必反 当然跟他们讲这个道理 他们也讲不明白 本身就是一群令人讨厌的 高配版的吉普赛人 对吧 在物质上高配的吉普赛人 那吉普赛人大家看到都很讨厌 这些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的 是不是啊 然后这个拜登呢 要在美国来会见这个王毅了 会见这个王毅 也要谈一些核心的东西 中美关系呢也不能乱 美国呢也是保持这个基调 只有以色列显得是像这个另类一样的 他奥巴马的话听得懂吗 奥巴马话说 你做什么事情 你都要保持一个在战争法的里面 你不能做这个事情之外的事情 还有什么 要搞什么海啸 核爆 把这个加沙地带给它淹没 地下市 这个地下长城 拿这个海水把它给淹没 倒灌 真的是惨绝人寰 上链第一枪 美中医院议长通过 停以色列决议 所以我说过美国啊 他共和共和党也好 民主党也好 都是以色列的子民 都是犹太的子民 美国新任的 众议长叫江森 25日上任后 首都采取行动 便通过一项支持以色列的决议 此前三周 众议院因群龙无首 迟迟无法对中东局势 做出任何回应 据路透报道 江森在获得一掌目追后表示 我稍稍向大家提出第一项法案 将是支持我们亲爱的朋友以色列 我们早该完成这项法案了 众议院随即以412票同意 10票反对通过该决议 反映众议院犹太盟友的 对犹太盟友的强劲支持 这项不及预处力的决议 重申了美国对以色列的承诺 并呼吁巴勒斯坦武装团体 哈马斯立即停止攻击 失望所有人质 反对票中 由共9票来自民主党 1票来自共和党 部分议院透露 他们反对该决议 因为决议内容并未解决 巴勒斯坦人的生命威胁问题 新认的这个美国的众议长 总算诞生了 但是在我看来呢 都一样 全都是听以色列 愣以爹的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没啥意义 所以说现在呢 这个中国跟以色列 的真实关系 大家也都看到了 不要让我看到 什么支持以色列的这种言论 这个是我们国家的国策 他来敌对我们 他把我们当对手 他选择对象了 我说过中英边境冲突 他在干嘛 卖武器给印度 他想干什么 是不是 太狂妄了 然后还在这里编故事 说什么对地面作战进攻 根本就是被打退了 然后他说他获得重大成功 重大成功 你应该保持战果 你说把对方给击毙给打死了 你去清点一下尸体 让我们看一下 好吧 怎么打死的 人家哈马斯 倒是从你坦克里面 把以色列士兵的尸体 给搬出来 这些画面我们都看到了 但你怎么没有啊 别吹牛逼了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